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歡迎又來到《斜爆周圍遊》 上條影片介紹過我入住了那把一間叫做 Hotel Aquacita 的酒店 今條影片想跟大家看看日後和夜晚的國際通知魚 例如在夜晚的時候 究竟沖繩有沒有街行? 日後去完 Day 2 夜晚回到酒店 又不想愚蠢蠢坐在房間裡 又或者只是在酒店附近兜幾個圈 究竟有什麼商場或者街 在夜晚的時候 可以坐單軌車或步行 都可以很方便很容易去到的呢? 我今次去沖繩 日後和夜晚的時段 都來過國際通知魚 日後來到國際通知魚 相比起夜晚的遊人 是會少很多的 若果你購物的目標 是放在國際通知魚 那你就可以日後來走 就會比較鬆動些 但如果你想感受一下 很多人 或者是五光十色燈光閃閃的氣氛 我就建議你夜晚才來 去到國際通知魚 已經是下午的時間 見到這個樓梯上去 有一間幾企理的韓國燒肉店 就趕快衝上去 看看有什麼食物 然後沒什麼想法 就進去吃 繼續看影片之餘 都希望大家可以給少少支持 如果上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給點支持 訂閱一下 除了訂閱之外 大家都可以隨便歡迎留言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不過就不是燒肉 燒肉也不貴 定食 炭火燒肉 有些人專門找炭火燒肉 不想是鐵板 或者用電 好像是特別好吃的 國際通大街兩旁的餐廳 比較舊一點 但比較沖繩風味 這間多上一條樓梯上來 比較新鮮一點 我就叫了一個 價值1680 Yen 的 Sat Lunch 定食 就是這兩飯 豬肋骨肉 這杯飲料是另買的 我想說這個 有很多洋蔥 給你點的醬汁 是非常好吃的 加上洋蔥 這類型的威士忌加可樂的飲品 現在日本都很流行 很多餐廳都可以叫 吃飽飽之後 就走到國際通的地面 就走到旁邊 有一個國際通的電塘橫丁 先提到一提 其實日頭的時份 國際通的遊客人 算比較少些 好像這條橫丁 吃飽的地方 其實很多這一格一格的餐廳 都已經叫做營業 但基本上都是沒什麼客人 當然其實有一部分 都是未營業的 好像前面見到 那些椅子椅子椅子 椅子還放上桌子 根本是未開的 只是準備中的狀態 晚上的時候 都進來看過 都頗熱鬧的 但坐得不太舒服 逼潔一點 如果你想感受氣氛 進來這裡吃東西 我覺得都OK 但如果你想坐得舒舒服 慢慢坐下聊聊天 這裏未必很適合你 現在看到平和通商店街 我覺得都是國際通的地標 所以我覺得來國際通 一定都要進來逛逛 雖然未必說可以很多東西 在這裏買到 但我覺得它有幾有沖繩的風味 但這條商店街的店 會比起國際通兩旁的店 早關門 所以如果想多走這條商店街 就不要太硬來 其實國際通 我以前去過三數次 為何都會再來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 讓你體會到 沖繩風味的地方 因為國際通道 就算是這條平和商店街 除了這些小小的藥妝店之外 你在日本周圍都會見到 基本上這些街道 不會出現在其他商場 或者其他日本 例如心齋橋或者那些商店街 裏面 Copy又Copy 那些大連鎖店 所以我覺得它在這裏的店 都是很獨有的東西來的 在這個平和商店街 逛逛逛逛逛之際 就已經好自自然 這樣見到有一個出口 就會到達這個木製市場 木製市場 都是去沖繩 或者喇叭的一個必度的地方 就算你不是想著在這裏 買一些海鮮 或者牛肉上去煮來吃的話 我覺得都來一來 這個沖繩的 這麼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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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買很多美麗海鮮的地方 那裏 朝聖下 我記得十幾年前 第一次來這個喇叭的時候 就來過這個木製市場 當時都因為朋友一起來 所以 就有試過買這裏的海鮮 上去二樓 他一檔口 就叫他去煮來吃 我自己去過三幾次沖繩的觀察 其實沖繩就不是太流行 吃魚生 Sashimi刺身 這些東西 只不是好像 到處找到這些 餐廳店 來吃 所以 如果你喜歡吃刺身的話 你就一定要來木製市場 這裏除了找到很多生晚的海鮮之外 亦都可以找到一些很漂亮的公古牛 或者是石蚊牛 這裏都有很多的精肉店開設 題外話 我自己身邊有些朋友 如果未去沖繩 很多都試過問過我 其實沖繩是吃些甚麼的 其實沖繩是吃的東西 跟日本本土吃的東西很不同 可能因為沖繩 古時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是琉球人 所以他有自己吃的東西 但吃的東西 我比較夾雜著 是這個日本食物 和中菜之間的物體 若果你問我有甚麼好icon 沖繩的菜式 我第一樣回答你 就是苦瓜炒蛋 另外在一些吃沖繩的地方 你會見到其中有些菜式 可能你從來不覺得是沖繩的菜式 例如東波肉 另外沖繩因為比較西化 所以周圍都見到很多鐵板牛扒式 在夜晚的國際通 街道兩旁的店舖 都著了他們的很漂亮的招牌 店舖裡面都著了燈 五光十色的燈 整條街道都很漂亮 還有遊人比較多 顯現出都非常有氣氛 鐵板牛扒餐 都是沖繩經常會出現的東西 所以來到沖繩 我都要試一試 吃一頓鐵板牛扒餐 來到這個單軌的OMONOMACHI 站 就是沖繩喇叭的新刀心 原先去到這個站 因為可以乘搭巴士 去到沖繩最新最大的商場 PAKO CITY 但最後一班車在6點05分 我剛剛來到的時候 可能已經開車了 說不及乘搭最後一班車 所以就去不了了 有少許失望 去不到這個PAKO CITY 之後我找下這個OMONOMACHI 站 附近究竟還有什麼商場 可以在晚上開開 和可以逛逛 當然如果你有自駕 當然是比較暢空無助 去哪裏都可以 但如果你是沒有車牌的 駕駛不到車 又或者你只是短留幾天 就在喇叭那裏 沒有租車的 究竟你可以去什麼地方逛逛夜街 沖繩的百貨公司其實都很多 不過如果你在喇叭市裏面的商場 而是比較方便 你可以乘搭單季車去到的 其實都可能有十個八個 不過有些是比較小型的商場 而比較大小小的 其中一個在遠廳前站的LUBO百貨 叫做劉茂百貨 另外我就找到 在這個OMONOMACHI 站 大概都是 六七分鐘左右 就見到這個LUBO百貨公司 這個商場都蠻大的 有些朋友如果未去沖繩 都會問 其實沖繩會不會很悶很鄉下 晚上會不會好像沒有地方去 沒有地方走 就是混在酒店那裏 王居居這樣 那巴士裏面其實一點都不鄉下 它都是一個大城市 雖然它不像在日本其他 譬如東京大阪福岡那些 那麼多高樓底下 人煙比較稀疏少少 還有遊行很多 但不說你可能未必知道 原來整個沖繩縣 包括石環島、宮古島、外島 的人口亦超過100萬 看回這個Line Humming Place 的商場 每一層的移植都蠻大的 和店舖都蠻多 雖然有店舖的層數不是太多 而我記得應該是有兩層 樓上的三四層都是停車場 這裏的店舖很多都很大間 就像這間HENS 都整間百貨公司 我不知道這間HENS 其實跟其他日本的東京的HENS 又沒有關係 不過它們賣的東西 都蠻相似的 亦都找到這間很大的電器店 愛電王 這間賣的電器 總量也非常多 但偏向家庭電器 影音產品 有的 不過少些 例如相機 有的型號 不算太多 這個Line Humming Place 我覺得賣的東西 比較基層 比較多的 日本品牌 也有的 例如賣三個GoboWork 無印良品 連鎖店 也有的 但它們賣的 好像EON 那些朋友 例如BVX 例如BVX 比較大眾化 那些東西 我們也知道 日本各大城市的店鋪 一般都是比較早關門的 相對於香港來說 很多都是8點 或8點之前 其實都是關門大吉 但相對於沖繩 我覺得沖繩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晚的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沖繩晚上 是沒有地方走的 但不會到處都是這麼晚的 你要找到一些地方 其實會開得比較晚一點 例如這個商場 它的營業時間 是到夜晚的11點 一般賣的店鋪 都會去到大約10點 到11點 就是一些餐廳和食肆 除了沖繩 我想在日本 真的很少會有大型商場 開到夜晚11點 在這個商場走 就不算花太多時間 我想一個多小時 都可以走完 走完之後 就這樣走完 其實又不是 去附近 還可以繼續有些東西 讓你走 出了Laha Ming Place 的商場 沿著大馬路 繼續向前繼續走 我想走多大約8、9分鐘左右 你就會見到 這個Apple Town 的小型商場 其實我的目標 不是去這個Apple Town 只是途徑這裡 我的目標 就是去逛下這個天狗樂士 我們快立一轉 看看這個Apple Town 內究竟有些什麼 最便宜 加上稅也不用2000日圓 60歲 減100日圓 嚴選豬和牛 加上稅也不用3000日圓 這個小商場 有點像香港的屋村商場 沒什麼人走 唯獨這間餐廳 很多人本場 很多年輕人都排隊 其實我餓了吃 這裡真的有很多超市 剛才的商場有個大超市 這裡有個大超市 Apple Town 沒太多東西走 裡面也有一間 Babies 的玩具 反優成 有餐廳 二樓都應該有一些按摩美容店 不過好像是做本地人生意為主 出來後 沿著大碼路繼續走 走多兩分鐘左右 便到了這個很長的天狗樂士 走到天狗樂士 第一間餐廳 你會見到的就是這個Bicuri Donkey 在日本國內有300間分店的人氣漢堡餐廳 沖繩縣內都有三間分店 很多時午餐和晚餐時間都會大排長龍 天狗樂士是以這個大型超市 Nurbo Food Market 為主的購物商城 除了有這個24小時超市之外 還有這個24小時的Daiso 有Ulico 有Muji 有大型電器店 Bats 電器 還有一個大型運動用品店 Sport Depot 剛才有一個人氣的漢堡餐廳 還有其他日本餐廳 一辣的店舖餐廳 加加密 形成一個全場350公尺的購物商城 有些東西是開24小時 如果你有開車 半夜又不太睡得著 你可以隨時過來這裏購物商店 也不錯 好了,這集主要介紹喇叭的影片 暫時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都希望支持一下給個讚 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快點支持一下 訂閱一下 還有幫我分享一下這條影片 給你家人或朋友看 接下來很快會有其他沖繩的影片 今集到這裏,拜拜